大家好,多謝支持PATREON 記得要繼續下個月支持下去 支持我全職 雖然利物浦的經意就是沒有機會爭前四 這場是禮行公事 不過都可以叫做告別蒐岩頓和發明奴的賽事 而且打成4比4有這麼多入球都可以講一講 PATREON的專屬直播預測 我都說一見到利物浦正選陣容 就知道利物浦贏不了 比較小的因素就是 收藍檔在主場殺科戰 都希望留一個美好的回憶 就不會跟你打風流球 都會盡力 而比較大的因素就是 後防線的正選中堅 利物浦這邊出了今季的炸彈 高美斯 這個球員的信心 就真的跌到谷底了 雖然利物浦都有兩個失球 是不關他事的 是分別因為發明奴和牽達神的送禮 但有一球球又真的高美斯有問題 當時就是下半場一開頭的46分鐘 然後跟西藍頓打反擊 雖然發明奴就做不到屏障 他的反搶完全失敗 才被人衝到過了 那就完全沒有後防線的屏障 後防線暴露於人前 以及西藍頓可以來一個四打三的反擊 但其實西藍頓那邊都沒有什麼套路 對方都是只可以死去死衝死推 高美斯他只要在選對時間彈一彈出來頂一頂 對方不要讓對方放肆推進 對方都沒有那麼容易入 誰知道高美斯真的信心跌到谷底了 完全不敢彈出來頂一頂 嚇一嚇對手 只是懂得不停向後退 還要退到很後 就算說你飆出來怕被對手過 但你都不要退到那麼後 完全是沒有給壓力對手 完全給了空間對手 越退越後 退到對方任推 太多空間了 好像是教對方怎樣推何時射門 當然利物浦明明領先著兩顆 但是慢慢都被西藍頓調轉來入四球 曾經利物浦試過落後4比2 這裡都很關鍵 就是被人追上來 即是被人打起氣勢 那就是因為被西藍頓上半場入兩顆 2比2入更衣實 當中最關鍵的就是被人開到債 20分鐘這麼早追上一顆 入球的原因就是我專屬直播所說的擔憂 就是我怕利物浦今天正選陣容上半場 沒有人會做補變形系統 即是對方衝出來壓迫 高興壓迫 而利物浦自己也都沒猜過半場的時候 阿諾一早做了變形系統 入了中間 就沒有一個右後位的位置的時候 是沒有由中場去補回右後位的後場猜球位置 以往是軒達神做這份工 但是今天正選陣容我們見不到軒達神 那我擔心了 就是年紀大的占士米娜做不到這個工作 結果呢我擔心是出現了 占士米娜即使他應該都知道要補變形系統 但是他試過下去右後位的位置 都是試了很少的 次數是很少 修補變形系統的次數太少了 相信是跟他年紀大有關係了 覆蓋不完 比雙銀頓就開始入球那一刻 追回一顆那一刻 就因為利物浦沒有人補右邊的變形系統 導致後場組織的時候直接失控球權 沒有人補後場猜球位置 就是整天要沙拿到中線附近 幫手後場猜球 沙拿下來之後 又要很快地衝上去 才補回進攻位 整天看到沙拿太長時間 都是這樣上上落落覆蓋 導致他有很多時間衝上去 追不回那個球 就是這樣失控球權 給雙銀頓拿回控球權 導致雙銀頓追回一球 之後就開始被雙銀頓慢慢 拿回去的氣勢 而亦都出現發明盧 以及牽達神的送禮 當中還當然包括高美司機 是不作為 曾經被修咸頓領先到4比2 所以今場波薩波戰 是給了利物浦下一季的啟示 第一個啟示 就是我們當然都知道 阿樂入中間玩變形系統 真是好幫到手 去面對密集的組織 阿樂甚至在中間 有創造力的傳送 以及有軟射自己入球能力 玩變形系統 做三後衛中線猜球 面對密集 也是當代強隊最現代化的控球 在腳打法 是要做的 但是萬成在這方面 都花了很多時間來訓練 保變形系統 先可以完整這套變形系統 利物浦一定要確保 有一個中場去補回 右後衛的後場猜球 面對對方壓迫的這個過程 揭回四個人的後場猜球 才不怕阿樂變形之後 被人壓下來 只剩下三個後衛 就不夠人猜 牽達神是會做些運功 但是今天的占士米拿 年紀大做不到多少 啟示就是恐怕 牽達神年紀越來越大 就開始做不到多少 那高普呢 是要想一下 有沒有哪個年輕人呢 可以takeover 那就是暑假期間 好好教他 我建議重點栽種 這個是中師去做這個job 其實他就很喜歡去邊線的 他覆蓋能力很好的 適合做這份工的了 問題就是他經常都放他下去 打左中場 左中場就保不了 右後衛變形系統 所以呢 或者要多點安排他打右中場 等到利物浦就好好練成這個變形系統 和補變形系統這兩樣東西 就是打來貴的控球在腳戰術了 有人就問我 喂 為什麼要玩變形系統 你又要找一個中場補變形系統 補回他 補完右後衛之後 其實你是四後衛 其實你玩變形系統來做什麼呢 好像保來保去轉位 有沒有什麼實質的用途 那個答案就是當然有實質用途 你當然可以繼續保持四後衛後場猜球 面對壓迫你也是四後衛後場猜球 你過了中場你也是四後衛後場猜球 但是你記住 你過了中場對方收縮 你在中線猜球的時候 面對著密集的時候 你中線猜球其實真的不用四個人那麼多 因為對方已經收縮到沒有壓迫 你三個人在中線那裡壓著對方猜球 半場陣地主攻其實就夠了 所以可以找一個後衛上去變形 去中場那裡組織 去加強那個組織力 所以強隊最現代化面對密集的方法 就是玩變形系統再三後衛中線猜球 面對密集 記住 是三後衛 是四後衛轉三後衛 不是三中堅 三中堅是有五個後衛的 五個後衛怎麼變形都不可以叫做四後衛轉三後衛 所以三後衛跟三中堅有絕對的分別 三中堅的另一個名字就叫做五後衛 因為有三個中堅再加兩隻閘 三後衛就沒有兩隻閘 就這樣三後衛而已 兩邊進攻點來就上去很前的位置 所以記住要很分別 即利物浦、阿仙奴、萬成現在面對密集的時候 不是在打三中堅 是三後衛 千萬不要說萬成現在打三中堅那麼好笑 實在太好笑了 不懂得分三後衛跟三中堅的人 其實他不懂得分女人和太監 對呀 女人和太監就很相似 有一樣東西很相似 就是沒有那支東西 但除了沒有那支東西之外 整個人的最基本東西是完全不同的 女人是可以生孩子的 太監是無法懷孕的 所以基本上所有東西都完全不同 只是類似一樣東西叫做武棍 所以千萬不要看到武棍 就統稱他是女人和太監 好了 回答這個問題 對方壓迫出來的時候 為什麼一定要轉回四個後衛 補變形系統呢 因為你如果只剩下三後衛後場猜波 面對壓迫 就不夠人猜 因為對方有三個壓迫點 所以高位壓迫的時候 面對著 你最後補回變形系統 用四個人猜 才可以化解對方三人的壓迫點 如果類似亞洛這些人 在右後位置一直 一早就已經是 在進攻的開頭 變了形上去防守中場 他就花不添下去本身的右後位置 最好就是找一個最就近的中場球員 去補回個位 衍生了補變形系統的這隻東西 所以呢 就有原因要變形的 也有原因要補回的 總之啦 人家沒有壓迫 你就不用補變形系統了 直接做三後衛面對密集 人家有壓迫迫出來 你猜不過半場的時候 就找個中場球員補回去 邊後衛的位置那裡 好了 又說回今天的場球 下半場西藍頓就開始少壓迫了 利物浦就不用煩著要做補變形系統 這個問題 下半場利物浦就逐步追上來 4比4 甚至有機會贏回4比5 但是今天贏輸都好 下一季就怎麼都會有對手 懂得上半場有體力來壓迫你利物浦 所以高普就必須要得到 補變形系統的這個殺科戰第一個啟示 好了 第二個啟示 就是艾利諾這個年輕人 真是可造之材 下半場利物浦破密集入第三顆球那一下 嘩 禁區頂他的傳送好有技術 好有意識 好有靈活性 第一時間送個直線彈高了進去 都好 都漂亮的 HalfSpace插入就找到這個阿洛 今季都不是第一次見到艾利諾會做到這些禁區頂的傳送 這些直線創造的了 利物浦下一季玩控球在腳 就是自力面對密集 就要破密集 破密集禁區頂的創造力必須要有的 艾利諾這些清糞產品有這些能力 就可遇不可求 那真是 要是用多些他 不要糟蹋他 不要浪費了他 即使你賣了麥阿里士打 你都應該要給多些機會艾利諾 最後最後最後第三個啟示 今天的發明爐雖然有送禮 但你都依然見到前面的支點是很世界級的 很漂亮的 下一季就沒有了發明爐 那利物浦沒有了世界級支點 那怎麼辦呢 你面對密集也很需要這些支點 誰可以充當這個job 又紐尼斯 就算他有進步了 他的技術層面始終是有限的 很難去到發明爐的高度 你唯有寄望早達 不過其實還有個人選 就是沙拿 沙拿的支點其實都挺好的 其實都一定有的 不過就要他轉型打中路 那如果沙拿轉型打中路 可能都是未來一兩季的事 那再在轉彩槍那裏找隻右翼回來 即是說可能都要穩定這個位了 那Patreon 片尾彩蛋 我們今天會懷面一下 修咸頓 那記得要聽下去 支持Patreon Youtube這裡 記得多點Like Subscribe 按鐘仔 給多點有意的留言 才可以幫到Channel的增長 多謝了 如果你都想對於沙振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就很幫到手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亦都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那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了 7元美金的話 就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 就直接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那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 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 是蔡侯萍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如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 你可以安裝一個拍著照 即是Tap&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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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